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环境生活品质很恶劣 而且早期的这样的一个消防救灾的一个规划设计也不足 所以资本的方式还是要独更 那当地的这个里长 他有多次的驱离座谈 希望说南机场这个二级 因为他有驻三跟驻三之一 可是呢 他希望能够整合 你们就说因为啊有零马路啦 也有零巷道啦 所以不行就拒绝他了 那现在你们虽然说 有这个大众运输导向丘地 降了一个50%的奖励 可是里长就说了 你这个公益回客东购西购 到最后坦白讲 这个真的又变少了 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诱因 所以我觉得啦 真的是应该去检讨一下 这个大众运输导向 发展的这个TOD 还有图管80之二 这个条例等这种现行 机制回馈的额度要缩减 你是关照这些弱势的居民 维持居住正义 也加速都更 市长是不是可以去做这样努力 跟一座报告 这个部分刚刚您提到的 他确实讲例子有不同的条件 那您提到的就是说 我如果划成策略地区 因为你现在东透西桌 就真的没有这么多嘛 对不对 现在主要是策略地区 必须要有一定的面积规模 那所以在整个上面 你们讲的是分两块 你们说这边就是用大众运输 导向发展TOD 而不是用策略型杜根 所以我等一下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这样的一个机制 没有办法将额度去做缩减 那我们就干脆 把这边划成一个大的策略型都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刚开始在兴建的时候 这边也是一个大建案嘛 才会有一期二期三期嘛 对不对 而且我必须要提醒 水源 水源二三期那个地方 也是弱势居民很多 然后屋况不好 同时坪数也很小 那当时我就提醒你说 水源二三期也好 还是南机场 你都要做全程型的公办都根 而且要重启策略型都根 你们当时跟我说不行啦不行啦 这个没有就没有了 结果这样走了七年下来 发现到 还是要踩公办都根2.0 还有策略型都根 对不对 所以你们做了我也觉得好 那可是我觉得南机场也可以这样做啊 因为它现在有一期二期三期嘛 虽然它是中华路分两半 但是你可以把它化成一个大区域嘛 一起来去做检讨嘛 对不对 那当然这件事情 我跟你们都根处讨论很多次哦 还有那个住点办公室 他们讨论过 因为主要是现在哦 这个南机场一起的二三栋 它的那个评数比较大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TOD的一个相关的公益回馈 对它的影响比较小 所以呢 他们整合比较容易 那目前已经动了哦 依据是11月的时候 会公办都根2.0嘛 那可能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会议 基本上也会有七成以上的人表示同意 所以呢 你们的人跟我讲说 诶 那真的可以就是 干脆先这个先暂停 就说这个让它继续走下去 南机场的一期的二三栋 先让它走下去 那其他的 这个中华路的两侧的一单元 跟二单元 就把它整并 当然你们可能会说 这是在道路两边啊 那我觉得可以趁着 刚好有捷运工程嘛 对不对 你就在下面 做一个连通道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受限到 侧面型都根 这样的一个范围大小的限制 而且市长 我跟你讲 这还有好处 因为你知道吗 南机场 这个厌室那个地方 改建很难吧 对不对 大家都很头痛 那如果 我们能够 有这样的地下的连通道 然后将来 把它们安置在那个地方 诶 这个说不定就可以加速他们 愿意配合杜根的意愿哦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可行啦 我要强调 现在你们以前跟我讲 因为四五期是一个关键点 四五期的策略型杜根 它成功的地方 就在于说 它是依法 我强调依法 依法去创造 相当的 融机的诱因 所以 这个地方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 试着去做 跟义作报告 我们现在都更处确实 在执行面上 会是以比较 优优的条件 来跟地区民众沟通跟整合 那您提到的两种形态 一种就是有不同的加级的条件 那是奖励值给予的 像TOD 80条 我告诉你 这个昨天 我已经跟你们大家都经过精算了 今天是因为时间有限 总咨询的时候 我真的可以秀出来给市长你看 你就知道 他们真的觉得 是要这样做 可是因为你没有交办下去 他们也不太好动 所以你的一句话很重要 你要交办他们 去做这样的研议 不管是我们的 大众议群导向发展TOD 跟图管80支的条例 的里面的相关的回馈额度的缩减 还是 把它整个 化成一个大的策略型都根 好 说实在 以前好市长的老旧更运 更新方案也不错啊 一瓶万一瓶还有个策略 那如果你不喜欢用这个名词 那你改一个名词也可以嘛 不然你就跟水源二三级一样啊 对不对 市长 真的你的一句话很重要 不要只有他讲 我知道黄局长很好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交办下去 我跟你讲 你这样子的话 可能你的那个满意度垫底 就会拉起来了 真的 好不好 叫他们去演艺好不好 是 我们回来演艺 好谢谢 时间暂停 你们可以回去 市长我昨天在教育咨询的时候 就已经提过了 可是我今天一定要当面跟你提 以展现我对于教育局的 真的失望 因为针对龙山国中活动中心的拆除改建工程 我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 包括协调会 线刊 还有美会集都直询 可是学校就因为 他之前没有做结构安全的鉴定 然后做了游泳池的修缮和冷气的更新 然后就很担心 审计单位可能会纠据 然后会叫他写检导报告等等 他就掩饰太平哦 他欺骗这些家长哦 说没有结构安全的问题 欺骗老师哦 其实瑞丽之招标是五到十一倍耶 钢筋袖使 还有耐震 这个问题都很严重耶 耐震能力是严重不足的 更何况三铁经过 拿教育局他来欺骗你 我觉得教育局有唱双簧 你们说什么活动空间不足 然后活动中心必须要做结构补墙 可是你们的补墙花了九百万 九百万只解决其中的一个耐震的问题 然后呢 学校还故意把先期规划 导向说原地改建的A方案 可是A方案就是 你如果做了补墙短期 根本就不容易去改建了嘛 对不对 所以陈情人真的觉得说 好像学校跟教育局在唱双簧 结果我翻开一百一十年度 一百一十一年度 台北市总预算 证实了我们的想法 因为今年教育局 他的地方教育发展 吸睛啊 编了三个项目 包括例行国小 活动中心 跟中山国中 的中和大楼的新建工程 还有和平高中的 教学大楼的改建工程 其中和平高中 总工程高达二十一点二亿 我要说我觉得同意 也支持教育 打造一个优质的安全的环境 给学生 给老师 然后而且也能够满足 周遭的一些公众需求 我支持 可是事情要去衡量轻重缓急 建管处自己也讲了 从一百零八年的九月六号开始 针对列管 超过三年的这个海沙屋 高位离子的建物呢 在柜桶建筑师 还有些结构机制的一个鉴定之下 发现有这样的一个 历史危险 是要强制拆除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奇怪 校园安全是零容忍 你知道吗 市长 我跟你讲 那个月初的时候 蔡富 还有我 还有那个洪文和 因为他是荣誉会长 家长会的荣誉会长 还有现在新当选的会长 就是这样我们的小联会的 西区副总会长 我们找了 当时做这样的一个 结构安全建立报告的 结构机师 他其实也是后来帮学校 去做耐震补强的 结构机师 他还是龙山的校友 讲完以后 对不对 你也知道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 非常的危险 并不是说 花了九百万 就能够去 安全无余的 而且你还知道吗 学校还制造两派家长的对立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夸张的一件事 蔡富总算也知道了 现在有一个重点是 到底什么时候 才要赶快改建 因为他只有做九百万的耐震补强 锐离子的问题 钢筋袖子问题 是没有解决的 你今天让我感觉到 你原来就是因为要做那三个工程 所以你就不愿意做这个改建了 可是安全 可以这样子让你开玩笑吗 市长 先起规划因为这样子 被他们这样偷偷偷 现在又从头来了 从头来又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要浪费一年 然后本来宏伟还希望说 今年就要去编 细部规划设计费 结果也因为这样一耽搁 又来不及编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 有必要坦白讲 你该要用二倍 你为了安全的问题 你就应该要去做 市长 市长 那怎么办 这样因为这个部分的耐震 我们后续还会找专家 来做一些处理 专家 专家 那天你没有问蔡富 我们就跟你讲专家在这里去 我告诉你 我也问过 统部计事工会 结果计事工会 我都问过了 是没关系 我们会询计 再来就是说 我们有关那个可行性的评估 会在10月29号 我们有一个专案会议 后续会再继续 来按照 易做的这样一个指教 我知道 我们会follow下去 我觉得你们要有个进度 有个期程 譬如说原来的先期规划 只能用最快的时间点去做调整 对不对 因为现在的补强 并不能够完全保障他们的安全 对不对 你去调整了你这样的一个先期规划 才可行方案 然后呢 可以尽快去做预算的编列 你缩短改建的期程嘛 对不对 哎 郊局 你不要再跟我骗我了 你骗我一年了 没有没有 这这个 有一些还是有一个SOB在走啦 我想就是现在目前就说 花了钱去做这样一个耐症的补强 当然我们后期还要观照 到底能不能有安全 这也是我们关注的 一切衣座的 根本就不能够保障安全 因为你的委员表达的 指示戴政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其他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 因为他有一个是属于结果的部分 另外有一些是材质 蔡夫你说一下话吧 你那天不是在现场吗 你也体认上竞速改建的一个重要性不是吗 现在这个学校 这个教育这边大概在会做一个期末的审查 那我们要花多久的时间 有一个重点 因为他那所学校的这个几栋大楼 其实都已经比较老旧 我知道你们要跟我讲DOT 那个我觉得我支持 但是这活动中心不能够等你都讲好才来做吧 我觉得可以先做的先做嘛 你点混合不是也这样跟你讲吗 对现在是说校长这边我们也责逞他 赶紧就学校的相关的这些大楼做一个盘点 然后还是要做一个EOD的概念 比较能够永续发展 我支持EOD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优先考量好不好 不要等到所有的都做完整了 再来去做这个 那万一发生一下事情你怎么办 还有 家长会先来交接了 我希望学校能够赶快协助我们新的家长会长去交接 而且召开相关的说明会 包括老师 因为如果我们要拆除改建 包括就算你将来要EOD 这个都必须让我们的家长能够认同 能够一起来支持的对不对 我们在找新的校长 因为范会长本身也蛮热情的 也蛮热心公益的 范会长快被你气死了 对 我们在找他一起来整合这个学校一些力量好不好 校长不是我讲错了 那个市长我希望你那个监督 不要再被他们骗一年了 因为一年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骗下去了好不好 好 好 谢谢